而且更多的礼物还将很快到达 其兴奋之情异于言表 也确实 至此雪中送团之际 谁不敢动 谁不敢安闹 乌克兰人民不会忘记 在他们极为需要的时候 伸出了元首的人们 俄罗斯方面呢 我们来看他们自己人的评价 目前俄罗斯国内 对所谓的特别军事行动的评价 也是越来越低 前军事领导人 现军事观察员斯特列科夫 自开战以来一直密切关注俄军的动向 也常常发表味道辛拉的评论 最近他针对战局大发牢骚 打句说该把克里姆林宫 涂成黄蓝色 斯特列科夫在社交媒体上表示 所谓特别军事行动的第三阶段 结果比第二阶段更不成功 因为所有的成功都是在敌人主线防线 前场的几个村庄 在9月11日之前 既解放不了段聂茨和整个领土 也占领不了斯拉维扬斯克 甚至很快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那就是如何保留已经占领的区域 其实关于乌克兰战局碎片记忆频道的朋友们动若关火 都知道俄军已经危在大西 不一定能抢救过来 但是战狼五毛波主和俄孝们还是一口咬定俄必赢 我们也真是不知其可以 而这回呢斯特列科夫可是你们自己人 他的评价你们总该行刑脑了吧 斯特列科夫一向以感言注册 他表示不再要求交合版大元帅稍有辞职 也不要求开始认真战斗 只要求将克里姆连弓重新反刷成黄蓝色而已 看到这里我们是真的就笑了 果然讽刺俄罗斯人还得靠俄罗斯人自己出马 伤害性不大侮辱性极强 一个仅三个 总的来说 今天的战况 科尔松尼古兰伊夫哈尔科夫方向 这三个区的交战双方 继续使用远车火力攻击对方的后期基地和军事集结点 双方地面部队没有大规模的战斗 最新的消息是 赫尔松新卡护夫卡水电战场的通行道路已经被彻底摧毁 目前和军只能通过扶桥或者博团运输军事装备 乌克兰赫尔松地区委员会副主席希尔盖克兰 于8月12日晚上在社交媒体上宣布 乌克兰武装部队破坏了赫尔松地区的第四座 也是最后一座桥 即新卡护夫卡大坝上的公路桥 在地内不合上 三座大桥相继被乌克兰的海马斯破坏 而无法再转运装备后 俄方不得不绕到150公里 利用这座大坝上的桥将装备转移到右岸 虽然这增加了后勤补给的难度 但总比没有好 然而这最后的一座公路桥也被摧毁了 斯拉维扬斯克方向多次一手的多夫亨克川 已被乌军完全控制 同时开始对卡米扬卡方向的俄军战地 发起试探性的进攻 而俄军则继续在多里纳区域 对乌军战地实施远程炮火攻击 断裂茨克方向 皮斯基和马连卡两处仍在激烈焦火 俄军占领了马连卡村的一半的区域 而在皮斯基地区 俄军推进遭到了欧军的猛烈炮火打击 未能取得进展 阿弗蒂夫卡方向的俄军 在进攻中受阻后转向了斯巴达克 双方仍在焦火中 巴赫木特方向 从波克洛夫斯基方向出发的俄军 大约向前推进了500米 目前已经接近巴赫木特东郊的母军阵地 而在维斯纳多里纳 北扎伊彩夫 以及科德马方向的俄军 进攻均被击退 其中战斗最为激烈的是科德马 前线指挥官提供的消息说 俄军在此地伤亡超过200人 塞福尔斯克俄军也进行了攻击 俄军兵翻四路对格里格里夫卡 上卡缅斯基一万诺达里夫卡 和维尼米卡向乌军阵地发起了袭击 但是均未取得进展 虽然俄军在战事上没什么进展 但是复告可是不少 8月12日俄罗斯联邦庆祝空军日的那一天 俄罗斯国防部网络页面用复告向曾经精锐部队表示祝贺 其中俄罗斯国防部代表承认200多名俄罗斯军事飞行员在俄乌战争中丧生 200多名飞行员的丧生这绝对是触目惊心的 尤其是对俄罗斯这种军事实力须有其表的国家 200多名有经验的飞行员对俄空天军的意义其实远比200架战机要重要的多 对俄罗斯这种武器库庞大的国家而言 战斗机好的坏的00总总羞羞补补补补也不会缺少 但因为军费的限制 虽然分配给空天军的资金最多 而要想培训出有经验的战斗机飞行员可不是件容易的事 飞行员都是用钱堆起来的 那绝不是一架流水线上的战机可比 而且有经验的飞行员更不是光用钱堆就会有的 中途岛海战失败后 日本能生产出远离损失的四架航母上更多的战机 但却无法像生产战机一样批量培训有经验的飞行员 这场战役让整个日本海军的精英飞行员团灭 所以经过这场大战之后 整个日本帝国的海军在太平洋战场 基本就是江河日下 当然日本之后还是在战场上苦撑了三年 而已经腐朽不堪 只能偷偷摸摸某种程度进行举国动员的俄罗斯 相比当初国立处于巅峰时期 而且进行举国动员的日本还能坚持多久 这不是个难以计算的问题 咱们来看复告原文 8月12日是空军日 根据2006年5月31日俄罗斯联邦总统第549号法令 在俄罗斯庆祝关于设立专门的假期和俄罗斯联邦武装部队纪念日 我们向俄罗斯空军遇难飞行员的家属表示哀悼 我们怀着悲痛和痛苦的心情 报告在乌克兰特别军事行动期间 应供殉职的200多名高级航空人员 这是我们共同的损失和痛苦 他们的英雄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 将永远留在我们的同胞的心中和记忆 给他们永恒的记忆 我们不会忘记在俄罗斯联邦空军日和其他节日纪念我们的兄弟 因为明天我们可以替代他们 俄罗斯空天军在乌克兰当然是损失惨重 虽然俄方之前不曾承认也从不公布这方面的数字 但从几个迹象可以看出来这一点 首先大量精英飞行员丧生 甚至有伯塔舍夫这样的俄罗斯退役少将上升 就在前两天还有飞行团团长 俄罗斯陆军航空兵飞行人员 在培训中心的副主任克里尔山科上校这样的精英飞行员上升 其次乌军和乌克兰平民公布了大量被击毁的俄罗斯固定义飞机直升机的残骸 早先另外一些消息渠道统计 俄军已经有两个连队的苏-35战斗机被击坠 最后俄空天军最近几个月来越来越少进入乌克兰控制区领空 只敢远远的在俄空区上空发射巡航导弹 这严重影响了命中率 充分说明俄空天军已经损失惨重 为降低损失不得不消极避战 说好的完全控制乌克兰空域已成一纸空文 现在乌空军出动架次还超过了俄空天军 真是讽刺极了 好 以上是本期视频与您分享的内容 感谢您的在新观看 这里是碎片记忆频道 稍后咱们再会 朋友你好 欢迎回到碎片记忆频道 今天是2022年8月13日 开始我们今天的第三个节目 咱们先来看乌克兰初舰队的消息 他们的效率可是很高的 梅利托布尔市市长伊万菲德罗夫 8月12日表示 俄罗斯执政党统一俄罗斯选举总部的负责人 奥列格·肖斯塔克 在备战的梅利托布尔市的一次袭击中受重伤 他挨了炸弹但幸免于那 根据菲德罗夫的说法 肖斯塔克是梅利托布尔宣传部门的负责人 市长补充说 已经开始寻找为伪攻头做准备的合作者 这起事件可谓目前正在风起云涌的乌克兰初舰队的最新活动成果 就在两天前还有一位与俄罗斯合作者 在卢干斯克州斯塔罗比尔斯克的汽车爆炸中受伤 我们还记得赫尔松州俄罗斯任命的一把手 还在莫斯科的ICU里生死未捕 而辛卡霍夫卡的区长则已经是蛤屁着凉大海棠了 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 俄罗斯在国际社会当中的影响力越来越低 欧空局首席执行官约瑟夫-R18赫日前表示 欧洲航天局和伊隆马斯克的公司正在讨论使用SpaceX发射器 代替俄罗斯联盟号火箭的可能性 此前由于联盟号火箭的负载强大 而且多年来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发射记录 因此成为向国际空间站运送物资和宇航员的最佳载体 但俄罗斯盛名在2024年将退出国际空间站的国际合作 美国、欧洲和全世界的许多宇航局都必须考虑俄罗斯方案以外的替代 SpaceX龙飞船已经拥有多次成功发射的记录 因此进入欧空局考察范围实属顺利成章 越瑟夫-R18赫日还总结说 与其依赖俄罗斯还不如寻找更稳妥的方案 他说这是一个警钟 我们过于依赖俄罗斯 我希望做出决定的人像我一样认识到 我们必须战争加强我们欧洲的财富和独立性 果然亡羊补牢为时未晚 8月12日 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顾问波多利亚克 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总统泽连斯基基于禁止俄罗斯公民进入西方国家的呼吁 这是一个对战争负责任的态度 乌克兰人为这场战争付出了生命代价 欧洲也付出了资金和生活水平下降的代价 造成这一切后果的原因就是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 波多利亚克认为 俄罗斯国内的公民并没有对这场战争付出太大的代价 他们还有机会不受限制的获得前往欧洲旅游的签证 甚至在欧洲国家有永久居住权 还有一些俄罗斯人在欧洲国家 曲折俄罗斯的国旗游行示威 阻止对乌克兰的援助 帮助普京摧毁乌克兰的离切 乌克兰总统呼吁国际社会禁止对俄罗斯人发放签证 是想让俄罗斯人必须学会尊重别国主权和对自己行为负责 泽连斯基表示 几乎所有的俄罗斯公民都没有想到普京能执政二十多年 这样的结果在正常国家中是不会发生的 俄罗斯的公民非常相信俄罗斯的宣传 接受并支持俄罗斯军队有权去其他国家干坏事 波多利亚克认为 俄罗斯人对乌克兰发起的入侵战争 这个责任不止限于克里姆连宫的决策者 这是俄罗斯整个国家应该承担的责任 没有那么多盲从者支持 普京早就离开克里姆连宫了 因此对俄罗斯人的制裁应该扩大到俄罗斯所有公民 共同承担责任 前天拉脱维亚把俄罗斯列为支持恐怖主义国家 还通过法案禁止俄罗斯人入境 对此前拿到身干签证的俄罗斯人也采取限制入境措施 拉脱维亚议员表示 随后还会出台禁止其他国家给俄罗斯提供签证的人入境拉脱维亚 这样就基本上与俄罗斯人断绝往来 拉脱维亚禁止俄罗斯人入境 图示欧洲国家的个例 德国昨天表示 在很快到来的布拉格欧盟会议上将会宣布 对俄罗斯人的禁止入境措施 德国政府也正在讨论该项制裁措施 随后还会随着欧盟一起对俄罗斯进行新一轮制裁 西方国家越来越多的限制俄罗斯人入境 主要原因还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上周提到 大部分俄罗斯人是支持普京特别军事行动的 他们应该为这场侵犯乌克兰人的战争受到相应的制裁 爱沙尼亚和芬兰两国总理率先作出回应 呼吁欧洲各国对俄罗斯加强制裁措施 禁止对俄罗斯人发放山根签证 欧盟委员会轮值主席捷克外长利帕夫斯基昨天表示 欧盟将全面禁止向俄罗斯公民发放签证 并且还将把该项措施纳入对俄罗斯的制裁方案 捷克将于8月下旬在布拉格举行的欧盟外长非正式会议上 讨论这一问题 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期间 克里姆连工不断将入侵规模进行升级 俄罗斯人不应该再有正常赴欧洲旅游居住和经商的便利 爱沙尼亚政府8月11日宣布 一周后将不允许持有爱沙尼亚发放的山根签证的俄罗斯人入境 总理卡拉斯呼吁停止向前往欧盟的俄罗斯人山根签证 并称访问欧洲是一种特权而不是人权 欧盟委员会也一再表示 各成员国向俄罗斯人是否发放签证的问题属于成员国的实权范围 对不友好国家以及他们的国民主权国家可以决定是否开放边境和发放签证 与俄罗斯逐步被边缘化截然不同 乌克兰虽然保经战争的损害 但却逐步被西方接纳 这也是我们昨天在视频中讲述的北约化的一部分 即主要西方国家纷纷表示将援助乌克兰确保其胜利 并将大力援助战后乌克兰的重建工作后 芬兰也表示将加入这一援助的行列 乌克兰总统办公室副主任基默珊克 在与芬兰驻乌克兰大使进行视频通话后披露 双方已经就具体细节达成一致 芬兰占诚的希望帮助齐尔尼哥夫地区的重建 芬兰政府和该国私营公司将共同努力 而乌克兰开始着手准备提供重建对象的必要信息 这一方面表露了双方对于乌克兰 必将很快获得彻底的胜利的信心 一方面也让乌克兰感到了国际社会的温暖 寂寞深刻介绍情况说 首先必须重建的是住宅、学校、医院和公用事业网络 切尔尼哥夫地区需要快速修复超过4479栋住宅楼 其中1029栋公寓楼和3231栋私人住宅 由此可见战争给乌克兰造成的巨大伤害 当然这其中也孕育着机会 涅槃重生的乌克兰必将在友好国家的帮助 和本国人民的辛勤工作下重建一个更美的乌克兰 今天的最后咱们讲一件关于地缘格局的大事 其意义不容被忽略 80年后美国将再次向北约东部国家派出空降式 第101空降式的2400名美国士兵将被派往该联盟的欧洲成员国 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和斯洛伐克 这条消息是防长奥斯汀发出的 他说80年后被称为隐形老鹰的空降师正在返回欧洲 以保护北约东翼 安抚我们的盟友并遏制我们的对手 101空降式 更多人更习惯的称之为101空降式 他是美国精锐部队 其组建源自二战 展露头角是在诺曼底登陆和其后的市场花园行动中 还经历了巴斯托涅战役中最血腥最惨烈的几次战斗 散兵天生就是被包围的 这句话就是出自101空降师在巴斯托涅战役期间 后来该部参加过越战和海湾战争 伊拉克战争 另外早在20年前就建立 但一直在强保中布出来的北约快速反应部队 目前仅4万人 但到明年应该会增加到30万人以上 北约领导人在新战略构想中 认识到一些国家对北约安全构成现实的威胁 因此积极寻求保护自己和遏制对手的方式 对此我们是不胜感慨 还记得两年前美国第一支轮换驻扎部队进入波兰时 很多中文局域网的军事博主和俄校们都断言美国人在波兰待不住 没想到两年过去 现在形势就变成了这样 好 以上三个视频是我们今天与您分享的所有内容 感谢您的耐心观看 这里是碎片记忆频道 咱们明天再会 朋友你好 欢迎回到碎片记忆频道 今天是2022年8月12日 开始我们今天的第三个视频 咱们先来看最近越来越发酵的 炸波罗热核电站危机 国际原子能机构负责人告诉安理会 眼下是炸波罗热电站的严重时刻 由于俄方阻挠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工作人员 无法进入核电站进行检查和核查 但从媒体报道上来看 核电站的运行状况堪忧 虽然普通的炮火不可能穿透厚重的换凝土保护层 但核电站是一个综合体 一些容易受到炮火损伤的部分 如果不能正常工作 同样可能引发严重后果 甚至导致整个核电站爆炸 那有可能是比切尔诺贝利更大的灾难 泽连斯基呼吁国际社会 立即对俄罗斯轰炸 炸波罗热核电站的事件 做出严厉的立即回应 他说只有俄罗斯人完全撤出 炸波罗热核电站的领土 乌克兰完全恢复对核电站局势的控制 才能保证整个欧洲的核安全恢复 G7国家在此事上观点立场是完全一致 英国 美国 加拿大 法国 德国 意大利 日本发布了外交声明 要求俄罗斯立即将 炸波罗热核电站的完全控制权交换给其合法的主权所有者乌克兰 美国支持在炸波罗热核电站周围建立非军事区的倡议 呼吁俄罗斯停止在乌克兰核设施或其附近的所有军事行动 并将完全控制权交换给乌克兰 而对于俄罗斯来说 面对战场和外交上的双料失败 依然试图用核电站作为腰席的本钱 还在不断指责是乌克兰炮核电站 还说乌克兰给俄罗斯泼脏水 这帮人真是颠倒黑白不知羞耻 你俄罗斯军队要是没有出现在乌克兰 核电站会落到你俄军控制之中吗 拿核电站讹诈诈全欧洲的想法注定是要落空的 而且会声名狼藉 好 咱们再来看外交方面的几件事 拉脱维亚承认俄罗斯是恐怖主义国家 该国议会还呼吁欧盟国家停止向俄罗斯和白俄罗斯公民发放签证 此前已经有好几个国家已经停发 俄罗斯在国际上越来越被孤立 当然 这个世界很复杂 有肝坏蛋割炮断翼的就有主动要求狼狈为奸的 土耳其能源和自然资源部长法奇赫德安麦姿称 用卢布购买俄罗斯天然气的基本协议以基本达成 供气时间 价格和整个流程近日也将彻底明细 作为非欧盟国家 土耳其这么干虽然引起非议 但并不违反任何国际条约 乌克兰战争让土耳其坐收因地缘产生的政治利益 也让埃尔多安好好的分光了一把 除了买到俄罗斯廉价能源外 英国卫报昨天称 瑞典政府决定向土耳其引渡移民 因欺诈而被通缉的男子 这是自土耳其要求引渡一些人来换取允许斯德哥尔摩 正式申请加入北约以来的第一个案例 土耳其这回还真的是赚了不少 当然 土耳其也明白自身的立场 作为向往加入欧盟的北约成员国 他们不会让屁股偏的太多 是当从俄罗斯那里捞点好处就行了 肯定不会为俄罗斯做的更多 这不 土耳其无人机工厂就要开到乌克兰去了 昨天又刚提供了200辆刺猬装甲车 属于典型的两边赚好评 再来看德国 德国正在孜孜不倦地追求能源供应多元化 以抵抗受到俄罗斯能源勒索的压力 德国总理舒尔茨表示 他支持修建一条新的天然气管道 他表示这将大大改善欧洲的能源安全 昨天舒尔茨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如果能够建一条贯穿法国将葡萄牙和西班牙 与中欧连接起来的天然气输送管道 那么必将大大改善相关国家 甚至整个欧洲的能源安全 他还说已经与葡萄牙西班牙和法国领导人 以及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讨论过这个想法 言下之意就是他们至少也都挺感兴趣 这里面有两个背景知识 第一是整个欧洲版图总体来说越靠近俄罗斯的国家 购买的俄罗斯油气就越多 比例也越高 比如匈牙利进口90%的石油都来自俄罗斯 但是越往西购买的俄罗斯油气就越少 比如最西边的葡萄牙 购买俄罗斯油气几乎为零 既然现在面临俄罗斯能源大爆 那么西边的国家往东边的国家运送煤气 就能让整个欧洲的能源安全更均衡 第二是葡萄牙西班牙自己生产油气 但也是油气输送的中间节点 穿过地中海有很多条油气输送线路 非洲国家的大量油气就是经过这些管路来到了葡萄牙西班牙和意大利 然后再送到位置更北和更东的欧洲国家 所以多修建这么一条线路就能从非洲进口更多的油气 这一点说尔茨很明白 因为他上个月刚从非洲回来 他去非洲就是为了购买非洲的油气 其实啊 舒尔茨说的这个计划也不是刚刚想出来的点子 葡萄牙西班牙多年来持续游说法国 希望呢 搞一个跨越比利牛斯山脉的天然气管道输送计划 但法国在2019年决定暂时革制这个项目 眼下乌克兰战争又让这个计划看起来值得重新考虑了 总的来说呢 我们还是真不相信俄罗斯能够凭借简单的一两项商品 就能拿捏占全世界GDP65%的一大堆国家 虽然现在很多人都在等着看欧洲到了冬天的笑话 但办法总是可以想出来的 活人总不能让天气给冻死 舒尔茨呢 对此也是充满信心 他说 相信德国将能够填补来自俄罗斯天然气供应缺口 他说 我们总是能得到足够的天然气 今天的最后呢 咱们来简单的聊聊乌克兰的北约化 在我们看来 如今形势已经逐步清晰 乌克兰肯定会逐步北约化 即便发生最差的情况 他们不能在半年一年内拿回所有必须拿回的领土 而只能暂时保有大部分国土 他们依然会整体北约化 有一些事情的发生 让乌克兰的北约化无可避免 首先是 乌克兰接受了大量的北约武器 使用这些武器 乌克兰在战场上形成了对俄军的优势 当NLAW和标枪击破T720 当海马斯摧毁俄军弹药库和桥梁时 当AGM巴巴哈姆反雷达导弹 摧毁俄军最先进的战地雷达时 很难想象乌军还能用回苏制武器吗 其次 随着乌克兰把以前苏军遗留下来的 大量的152毫米和122毫米弹药用光 把原点短程战术导弹储备用光 他们今后必然转向北约制式的155毫米榴弹炮和海马斯火箭弹 这不是愿意不愿意的问题 而是只能这么转变的问题 第三 英国和其他北约国家现在正在培训大量乌克兰陷兵 当他们是以平民身份来到英国 三个月后呢 穿上全套的装备拿着枪回到乌克兰战场时 他们已经对什么是北约有了最切身的认知 5年10年15年 这些人从战事士官军官高级军官一路升迁之后 乌军和北约之间的关系只会越来越深厚 还有一个有意思的影响 也就是第四点 之前德国和荷兰向乌克兰提供的15辆PCH-2000自行榴弹炮装 现在仅有5辆能正常工作 还有10辆能因为发射了太多炮弹 现在已经出现了过度罗损 这让我们想到 由于乌克兰战争是全新的战争形态 所以北约武器在乌克兰有一个再检验的过程 要不是乌克兰战争 谁会让PCH-2000每天打超过100发炮弹呢 所以此战之后可能不是北约叫乌军怎么打仗 而是乌军叫北约打仗 比如我们是怎样在门户洞开的情况下守住了基辅 让俄军在杰吉列斯河上上演冬季自由泳锦标赛的 我们是怎样用刚刚服役的海王星导弹 干成了莫斯科号导弹巡洋舰的 我们是怎样让海马斯三班岛一辆未损的情况下 一个月就敲掉了100个俄军据点的 我们到底是怎么让距离尼古莱伊夫240公里的 克里米亚的俄空天军43团彻底完蛋的 我们保证台下的北约军官一个个听得肯定认真 说不定还要拿小本子记下来 如此一直经历了实战经验 战胜了世界第二军事力量的乌克兰军队 对北约来说是极为宝贵的财富 一定会想极力的争取的 而最后一个原因呢 确实在战场之外 是的 当俄军在克拉玛托尔斯克火车站 对准平民目标时 小亚娜失去了双腿 而她的妈妈失去了左腿 这件事呢 我们前几天的视频里刚刚报道过 她现在正在美国卖出安装甲之后的 重新学习走路的第一步 看了这个视频呢 我们是非常感动的 我们毫不怀疑 如果您是一位乌克兰人 当你看到这样的一个场景时 你会选择让你的孩子 选择帮你重新学会走路的这一方 还是选择对你举起屠刀的 这是不言而喻的 其实我们本来不必把这件事讲得这么复杂的 一句话就够了 选择文明还是选择野蛮 本来就是一秒钟的事 不少朋友在互动留言区留言说 谢谢你让我们看到了希望 其实此时此刻我们更想说 对我们来说最美好的事情 就是跟您跟所有的朋友们一起 好以上三个视频是我们今天为您准备的所有内容 感谢您的耐心观看 这里是碎片记忆频道 咱们明天再会